大家平安,我是辛茹 邀請大家一起來關心這個禮拜的教會消息 本主日公首盛餐 邀請弟兄姊妹以及弟弟 今晚給收上帝的祝福 接下來是我們的Q&A時間 我們收到了來自於弟兄姊妹不同的問題 我們現在來回答第一題 第一題,什麼時候教會集體? 我們在9月1號禮拜天 有行集體的洗禮喔 如果你還沒有洗禮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沒有強婚姻的對象 他已經預備好要洗禮了 歡迎大家一起來報名 報名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是向各區青木 或者是小組長來報名 第二個是在我們天橋教會的 官方LINE帳號裡面有連結 連結點下去,連結報名單就可以囉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平常教會的官方LINE帳號 可以在1樓大廳掃一下QR Code加入就可以囉 什麼時候教會開始恢復走島? 大家是不是很懷念一起走島的時光呢? 走島呢是當我們行進在這個城市的時候 黑暗的詮釋就會離開 人的心也會打開 我們就容易進到我們的心裡面喔 所以邀請大家一起來走島 時間是在8月2號起 每週2、3、5、6都會一起走島喔 時間是在每天早上的6點半 集合地點在紅麵文創的停車場 讓我們一起來成為禮拜的步兵 我們將會什麼時候再開始門訓? 我們下一次的門訓時間是在8月11號 禮拜天聚會結束之後 也就是中午12點半 在紅麵文創的4013教室 要把那一天說出來喔 我們將會有關於夫妻家庭經營的課程嗎? 當然有啊 我們在9月份邀請到簡春安博士 來到我們當中分享喔 簡春安博士是婚姻輔導家庭經營方面的權威喔 在這個領域已有多年的專業經驗 請我們邀請已婚的夫妻 或者是你預備進入婚姻的情侶 一起來報名參加喔 時間是在9月6號的晚上 以及9月7號的上午 費用呢每個人是300元 如果是已婚來報名參加的話是500元 我們在營會當中備有兒童照顧 報名請下各區區幕或者是小組長 也可以獻上報名喔 請一樣進到天橋教會的公報LINE罩號 點選連結報名就可以囉 FM89.1南都電台天橋之音廣播節目 7月28日晚間10點到11點 播出真情相遇單元 本週我們播出台南神學院總務長史中信長老的專訪 題目是世代蒙古的兒女 以上就是本週的消息報告 謝謝大家